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订阅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GIT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比较修改内容 什么意思 咱们修改了一个文件 咱修改哪了 和数据库中和信息库中哪不一样 咱修要比较嘛 对不对 今天咱们就讲一下这个比较内容的方法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叫什么 叫这个GITDIF 什么意思 DIF吗 就是区别吗 哪不一样 就这个意思 后面还有一个参数叫做Cashed 这是说什么呢 缓冲区 怎么用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实战演习 咱们嫌少叙去 马上做 因为我想每个视频控制在三分钟 好咱们试试 首先今天咱们的课程预定是 我再改一下这index文件 改完文件之后 咱们去比较一下 然后我把这文件放入索引区 再比较一下 看看能不能比较 这就是今天的代码 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支点 比较文件修改的不同 好 那咱们首先 先修改一下这个index.html 我把上期咱们的文件打开 我的这个信息库 在C盘的根下 叫做myweb 我呢就把这个html打开 好 咱们看 咱们上期加了两次 I love git都没加进去 今天咱们再试试看能不能加进去 I love git 存盘 然后我再打开 terminal 咱们去到咱们的git文件夹 稍等 因为我现在是在这个虚拟机里面 它这个键盘布局 好像英文跟日文键盘有点冲突 好 咱们不说 看 这是咱们的一个文件 然后呢 我选择git.status 看一下 确实是吧 红了 说明了 咱们修改了 然后呢 进入咱们的知识点 我用这个git.dif 比较一下 我改哪了 我加了这么一行 对吧 I love git 对不对 好 咱们试一试 我用这个git.dif 看看能不能比较出来 试一下 走一个 go 走一个 出来了 大家请看 加一个绿的 说明什么 说明我呢 增加了一行 很明显吧 能看到 好 那么呢 我把它加到所有人去 比如说我改完了 我就想加这个 I love git 这可以吧 然后呢 我想提交 那提交之前该怎么办 加入所有人去 那咱们把它加所有人去 git add index 回车 好 git.status 再看一下 诶怎么样 变绿了吧 刚才红的吧 红的说明是在什么 工作文件夹 绿的呢 说明是进私随区 但是还没有提交 这个时候 咱们再用git.dif 比较一下 看看还能不能比较出来 试试啊 我敲吧 git.dif 一般是这样 我还是推荐大家 就说不要拷贝 用敲比较好 这样加深记忆 好 试试啊 go 诶 大家请看 git.dif可是什么都没有啊 明明不是 大家请看 我家有 i love git 他又没给我弄出来 显示出来 这怎么办 这就是今天咱们最后一条命令啊 就换句话说 我不加这个 杠杠 cached 我只是写git.dif呢 它是用当前工作文件加下的文件和数据库和信息库进行比较 那么我想让所有区的文件和数据库进行比较该怎么办 就要加一个cached 换句话说 我指明一下谁和数据库进行比较 好 咱们试试啊 git.dif 减减 cached 注意要加d d什么意思啊 过去是什么 已经被缓存 就这意思啊 好 试试啊 go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换句话说 咱们在当前目录下 当前工作文件加下 能够比较 就算咱把它加到数据区当中去之后 咱们还是能够比较 咱们再试试啊 我敲这个status 好 我呢 用上期咱们的命令呢 把它再移出数据区 咱们试试看行不行 这个命令啊 大家还记得啊 试试啊 用git reset head 然后呢 敲这个index 回车 再status看一下 诶 从数据区退出来 然后咱们呢 再调用get diff 这个数据区的命令 看看能不能还比较出来啊 它现在已经不在数据区了 哦 没有了嘛 它不在数据区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 用get diff比较 对不对 哦 出来了 这就是这个get diff的区别啊 你是在当前文件夹 还是在数据区 然后呢 用你当前所指定的这个区域和数据库和信息库呢 进行比较 那既然咱们都做到这了 咱们直接把它给加进去吧 稍等 把它加到数据区 看一下 好 然后咱们再把它加 把它commit一下 就算今天咱们这个课程做个了结啊 咱们叫edit 然后呢 one line 可以吧 加了一行 当然这个备注不是很好啊 应该是这样 咱们加了哪个地方 做什么修改 或者对应了哪张票 因为咱们这个都是这个工作中 是用这个票 ticket的驱动嘛 这个有机会我来给你讲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 工作时一般都用这个票驱动嘛 这是咱们后面的话题了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内容 应该不是很难啊 比较修改内容 您应该能够听明白啊 好 然后我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会放到开安中国 我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优酷优臭 我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